OK,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AS学院 那么本套课程呢,我们来讲解一下关于安卓的一个存储的实现 那么在安卓当中,针对存储,我们要掌握哪些内容呢 那么首先,我们要掌握的一些内容呢,也是我们本套课程的一个流程 在安卓当中,如果要涉及到一些关于数据的存储的话 我们一般会涉及到这么几种情况 首先第一种,我们把它称之为Shared Preferences 那么它又被称之为用户偏好 用户偏好,我们一般会用它来存储一些简单的一些配置信息啊 或者说是用户的一些简单偏好 那么针对这个知识点的一个讲解呢 我们会在下一节课当中,着重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把这个整体的流程呢,给大家来提一下 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大致划分为一个外部存储 这个外部存储呢,我们简单的可以理解为 往我们的外部SD卡当中去存储一些数据 大家在这个外部SD卡呢,其实是我们在一个安卓手机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一种存储形式 那我们在SD卡当中一般会可以开提文件夹,然后存储一些文件 做到数据的一些持久化保存 这也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内容 然后第三点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CircleLite数据库存储 这个CircleLite数据库存储呢,也是我们安卓当中特有的一种存储形式 像早前,我们在接触到一些外部工程的时候 我们可能把数据存储到数据库当中 但是那时候我们用到的数据库呢,是MyCircle数据库,或者是Oracle数据库 但是在我们安卓的应用程序当中呢,它是集成了CircleLite数据库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将我们自身的一些数据保存到我们的数据库当中 那么针对这个CircleLite数据库的存储呢,也是我们讲点的一个重点 当时呢,我们会结合案例来设计咱们当前数据库存储的操作 这个案例呢,我们打算使用用聊天的形式 来把我们的聊天信息存储到我们当前的数据库当中 后续呢,我们可以从数据库当中去读取我们的聊天信息 那么针对这个CircleLite数据库存储呢,我们到时候会给它来一个增删改查 当然这个增加删除,修改呢,大致分为一类 到时候我们去讲查询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单条查询,多条查询 以及我们结合案例进行查询 到时候呢,我们还可以给大家结合咱们这种单元测试 来讲解一下如何在安卓当中针对一个方法或者是一小块功能 我们验证它的一个正确性 那么说完我们CircleLite数据库存储了之后呢 我们还会讲一个东西叫做ContentProvider 了解过Star组件的同学呢,对于咱们这个ContentProvider应该不算是特别陌生 那么它又被称之为我们的一个内容提供者 那么它的主要作用呢,其实就是提供自身的一些应用数据给外界的应用进行使用 那么ContentProvider我们在讲解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案例的讲解 首先呢,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ContentProvider,我们用到哪些呢 你比如通讯录 通讯录其实就是我们提供给外界的应用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外界应用当中去访问到我们本地的通讯录信息 比如微信当中,我们可以访问到当前的手机联系人 就是因为通讯录有ContentProvider的一个提供 我们可以结合ContentProvider来访问到我们手机当中的联系人信息 OK,那么我们还可以结合这个ContentProvider 咱们来讲一下这个观察者模式 这个观察者模式呢,其实是跟咱们ContentProvider是有关系的 到时候我们还可以提一下咱们这个ContentObserver 这个呢,也是大家针对ContentProvider的一个延伸使用 我们可以观察当前本地短信如何发生变化 以及我们可以观察我们自身CircleLite数据库数据发生变化的一种形式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到时候这个案例呢 就可以把我们整体的这个数据存储呢,来给大家完整的看一下 那么咱们整体数据存储的一个大方向呢,给大家概括四种方向 当然里面呢,我们会结合具体的案例 那么每个知识点呢,都会有一个小的练习 首先呢,我们这个学习的方法呢 大家第一点,我们要掌握课程中 讲解的内容 同样呢,我们还要结合每堂课的一个内容呢 我们会到时候给大家留一下关于本节课所讲解内容的一个知识点的一个学习 所以呢,大家要处理课程中复制的作业 当然呢,这个作业呢,也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如果牵扯了一些复杂的作业呢,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作业的一个实现 那么第三点,也就是需要大家温故之心 对于我们当前的这个数据存储而言啊 最简单的一个学习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学习方式 就是把我们之前的知识点结合我们现在所学的一些知识点 看看能不能做一些结合 比如我们在观察的模式当中,我在讲ContentObserver的时候 我是结合ContentProvider以及CircleLite数据库来去实现的 温故之心,然后做到案例的自己编写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自己把这个聊天的案例给完整实现出来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讲解的这个安卓数据存储过程的一个实现 那么当然了,如果我们后续跟网络进行交互的情况下呢 我们还可以把数据保存到我们服器端,让服器进行保存 那么这个呢,就不作为我们本套课程所讲解的一个内容 OK,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套课程来给大家设计的一个案例实现 那么具体到每天所讲解的一些知识点,以及我们案例的具体实现呢 我们到时候呢,会给大家在每堂课当中详细的来进行讲解 那么欢迎大家来到Miles学院来学习安卓的一个存储的实现